汇丰银行最新公布的资料显示 中国8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 在荣枯分水岭下方降到了9个月以来的新低点 显示了中国制造业持续面临困境 而出口订单指数也创下了09年以来的新低 出口订单指标大幅恶化 市场对中国经济回暖信号的期待又一次落空 专家们认为中国经济已经走入了四胡同 8月份汇丰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指数跌到47.8 8月份新出口订单指数也降到44.7 低于7月份的46.7 创出2009年3月以来的最低水准 金融信息服务公司提供的新闻稿显示 中国大陆的新订单和新出口订单指数 双双大幅度恶化 同时产出分享指数降到5个月来新低 库存指数则大幅逆向上升 显示制造者经营压力增大 资料提供商省称 整个8月份钢铁价格一直下跌 目前已接近2009年来的低位 反映出房地产 基础设施建设和制造业的钢铁需求疲软 而中国的金融市场已在持续走软 上纵综合指数上个月累计下跌2.6% 中国经济我认为全面的进入停滞的状态 我们看到就是说不管从库存工业 是生产者物价指数到进出口 其他的零售业的指标 我们看来整个经济已经基本陷入了一种硬着路的状态 北京国情内参期刊首席研究员龚生力指出 中国经济已经走入死胡同 出口方面急剧下跌 这是第一个方面 第二架码车改革开放在国内消费一直都不振 第三架码车中国投资好像拉不动 中国现在面临的问题比较复杂 比美国比欧洲可能更复杂一些 在经济发展速度持续放缓的情况下 中共中央政府日前决定 简化对涉及实体经济 小微企业发展和民间投资的审批程序 并在南部广东省率先实行 以帮助刺激经济的发展 大陆一些地方政府也相继推出所谓大手笔的投资计划 试图在2009年中央政府出台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之后 再次上演由地方政府为主角的 以投资刺激经济发展的新举措 不过这些投资还是着远于基础设施建设 但这种增长实际上是低质量的浪费性的 实际上是虚假的 我们有几万公里的高速公路 没有汽车跑 好多机场建了以后没有航班 所以说这种浪费的话 如果继续下去的话 除了家居通货膨胀的话 对人民的生活没有任何好处 工程里说08金融海啸号 中国计划经济的大幅度扩张 使中国的经济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计划经济在扩张 市场经济在收缩 就是说中国经济的自由的调节能力在减弱 比如市场经济国家来讲 他们基本上是让经济自己修复 自己调节 但中国因为行政的干预太多太多 所以经济一直处在一个最高的顶界水平 之前中国央行曾在短短一个月内两度降息 发改委也加快部分专案审批进度 不过中国今年二季度GDP同比增长7.6% 还在延续近两年的下行态势 是1992年以来增长回荡时间最长的一次 是1992年以来增长回荡时间最长的一次